接下来看今天的追新闻话题 来为您掌握到的是 美国之前约旦的基地被炸 造成了三个美军死亡之后 现在美国报复伊朗 真的只差一声令下了吗 连伊朗的真主党呢 还有伊拉克的真主党 现在都不敢添乱子 赶快宣布先停火 不要惹美国 美军之前在约旦的基地被攻击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就喊出来说 他一定会报复 所以大家就在关注说 这美国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报复伊朗呢 有最新的消息指出了 现在拜登已经想好了回应方法 拜登认为最终应该为这项攻击行动负责的人 就是伊朗 因为民兵的武器都是伊朗提供的 而拜登目前也正在考虑 要对伊朗发动多重的行动 不是那种只有一次性的行动 一次的行动呢 其实是要多重行动 那么有澳洲的军事专家就认为说 美军很可能会仿照 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 螳螂行动来攻击伊朗的海军 我们就来带您看一下螳螂行动 当时这一场行动是发生在两伊战争期间 那个时候伊朗射了很多的水雷去摧毁美国的军舰 而美国也是要报复伊朗 所以呢就对伊朗的领海展开了攻击行动 那么当年其实重创了伊朗的海军 还有重创了石油平台 而两伊也在同年的七月份签了停战协定 而这一次呢大家都认为美国会对伊朗采取一定程度的报复 所以现在很多跟伊朗有关的激进组织 像是伊拉克曾祖党呢 是非常强硬的什叶派 现在他们就很乖咯 马上宣布暂停攻击美军 就是避免让伊拉克政府在这个时候显得太难堪 太两难 而另外来看看在伊哈战事方面呢 以色列现在为了要揪出哈马斯 可是直接的以色列有人闯到了医院里面去 而且还违反了国际法 以色列特工装扮成医疗人员 戴上假胡子 手持步枪冲锋枪 短暂压制一名男子 还能看到多名特工 头戴披荆装扮成穆斯林女性 部分便衣手提婴儿安全座椅 很容易被误以为只是新手爸妈 至少十二名以色列特工 潜入西岸捷宁难民营一家医院 拘杀三名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圣战组织成员 乙军称 尽头前这名男子 预谋要在不久的将来 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恐攻 但没有公布任何细节 以色列军方指控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长期利用医院做掩护策划恐攻 但专家称 攻击医院的行动已经违反国际法 另一名遭居杀的年轻人 因为火箭弹爆炸住院治疗 被杀时正在病床睡觉 他的弟弟是隶属 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 也在同一间病房内遭居杀 突袭行动一结束 简林地区就传出枪响 以军大局扫荡地方武装组织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统计 自10月7号以来 以色列军方已经在西岸 杀害至少381名巴勒斯坦人 三连新闻谢林军报导